好 我们昨天最后跟大家介绍到有关这个像素的部分 好 请问一下这个最后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现在来直接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 我来问你们好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镜子 好 来有面镜子在这边 然后它的运动速度是往这个地方 5公尺每秒 然后它跟这个的夹角来是37度 那人在这边对不对 好 人在这边 好 然后它的像原来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上面 好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请问这时候像的速度是多少 有没有人已经立刻可以算出来了 8 那么快 正8负8 像什么方向 对 很好 来 立刻就已经发现 因为这边是5嘛 是不是 所以你这时候必须要用我们昨天最后跟大家讲的 是要去分解成跟镜子瓶颈和垂直的运动 好 所以来 这个方向的速度是4公尺每秒 这个方向的速度是3公尺每秒 这个方向不影响像的速度 那这个的话 应该是刚刚讲过来 向速度的话是应该是镜子的两倍 所以是8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来 向的速度 来 如果就是8公尺每秒 那如果也要问你说来请问一下 那向对镜子的速度呢 多少 来 多少 4 4 是吗 哈啰 来 请问一下 向 来 这个向对镜子的速度 来 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向对速度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像这个向对速度 来 基本上叫向速度 是要讲到镜子的速度 可是 小心一点 来 镜子的速度的话 来 镜子的速度的话 来 其实也是要分解成 是不是这个4跟3 然后这个的话 它就只有8 8的话是向右 所以 其实你要分解成 是不是两个方向 好 来 这个方向的话 应该是怎样 来 小心一点 来 这个方向的话 应该是什么 来 再x方向 我就用x方向好了 好不好 来 请问一下 x方向的话是多少 向的速度 8 镜子的速度是这样 所以是多少 好 再来 请问在歪方向呢 讲正确一点 镜子的速度是不是3 向的速度 所以呢 是不是-3 不是3哦 是不是应该是-3 就是你镜子刺激 往这边跑 这个虽然没有动 那你自己往这边跑 来 看到像是biz 是biz 往这边跑的 哈啰 所以 来 他看到的Y方向 这边是-3 这边是-3 然后你自己再去做合成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上几何光学之前 跟大家 我补充一些 有一些看起来应该是知道 那有些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是把它整理出来 你说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讨厌 我平常我自己稍微坏话好像知道 可是当题目变复杂的时候 写成像上面这样子的东西是有用的哦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同学看课本 哎 好了吗 好 第一节要介绍的是 抛物面镜 要画 要超快一点 好 越略 越略概念这样知道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 抛物面镜这一节其实 我没有要特别要说 我这边其实只是 嗯 来看看一下 130页来就行 好 四之一 抛物面镜 好 这边 基本上就是请同学自己看看一下 那我就 把几个重点画一画 因为这几乎都是你国中 或者以前学过的 好 首先第一个 来他帮我们区分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像像像 所以第一个 我们在还是要认识的 就所谓的什么是实相 来什么是虚相 好 这个图很重要的 帮你把昨天老师没有画的 然后但是以前都跟你讲过了 就是 静置 这个项 来这个虚相的来 是怎么产生的 它就是由这一堆反射光 然后延伸会去的脸在那边 好 那这样的像 因为没有真的光线通过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这样 虚相 好 我想问同学一下 为什么眼睛是觉得是来自这个颜色 为什么眼睛不会觉得 它来自这个地方上遮过来 反射过来 其实以眼睛来讲 来他可不可以知道 光线是在走的过程中 是经过反射还是折射 不知道 我现在如果说有一堆 发散的光线过来 那我眼睛就直接 其实就是觉得 这堆发散光线 应该是来自 一个地方是这样发射过来的 就像是我现在看这个聚光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看到聚光灯 其实是因为聚光灯 一堆发射光线 那这堆发散光线 我把会聚咒来到哪边 那譬如说我可以看到你 那你的话 是因为你有反射光线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发光屏 我觉得你是发光 你的光线这样过来 所以这是眼睛没有办法判断 来在这边看 大脑应该这样讲 眼睛无法察觉光线是否会偏折 好那这种第一个 我们直接看到下一页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 来第一个 131页像这种并非有实际光线 汇聚而成的像 来叫做虚像 好那昨天有讲过像针孔成像 或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他真的在屏幕上 还成像的来真的在屏幕上成像的 来那种叫做实像 好再来 那接再来就要介绍抛物面镜 那首先要知道抛面是怎么来的 这个画一画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把一条抛物线 以他的对称轴为转轴去旋转 那旋转是会少过一个面 少过的那个面就叫做抛物面 所以他这个抛物面 是有一堆抛物线形成的 应该这样讲 那抛物面镜就是以抛物面为 为这个面做的反射面镜 那抛物面镜最重要的特性 是他有一个焦点 这数学上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平行主轴入射的光线 基本上作业就会聚在焦点上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性质 好来赶快进来 我现在要问了 这个大家都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现在如果有个选项 请注意听了 对抛物面镜来讲 请问所有的平行光都汇聚在焦点上 对不对 不对 哪里不对 所有平行光都汇聚在焦点上 哪里不对 什么 在靠近镜面 靠近什么 靠近主轴 平行主轴 这个要平行主轴 来 这个大家有看到关键字 来看看一下 要平行主轴 来哈啰 没有错平行主轴的光 那不平行主轴的光呢 好我们现在来请同学看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 好今天有一个 没有办法刮得很好 来如果这样子 好这边有一条抛 有一个抛物抛物面 而且他是凹面镜 好来这个是主轴 好如果说这是他的焦点 那我们平常讲的是应该是这样 来这边来平行 好然后之后来他反射之后 就会过焦点 平行主轴 来在这边 来平行主轴 反射后呢 就会过焦点 哈啰是不是这样子 好现在 对不起我换一个颜色 如果这里有一个是绿色的平行 绿色的光 而且就是一样 但是他是这样子 好再来这里有另外一道 也是绿色的光 然后来这两道绿色光是互相平行 好甚至还有一道来也是一样 再来再来到绿色的光来也是平行 好请问一下这三道绿色光会会 既然是平行光会会聚在哪边 会焦点吗 那应该在哪里 这个部位有没有学过 会会聚 会不会会聚 会不会会聚 我们比较完整的说法 可能后面我们讲 一些成像 一些公式的话 可以跟你讲得更清楚 但是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些 紫色特别是平行光 那对我们来讲 比较是平行光 我们可以把试围是不是来自无雄园 那其实来自无雄园 平行光 最后它应该都会会聚 既然是平行光都会会聚在 其实就是会聚在一点 只是 平行主轴 这堆紫色平行主轴 会会聚在焦点上 那绿色这堆呢 它绝对不是在这边 对不对 你知道会聚在哪边 好大家知识觉 是不是会聚在下面 来下面的哪边 好 我跟大家讲 它会聚在焦平面上 那哪里是焦平面呢 好 焦平面就是 对不起我等一下不写 就是通过焦点 跟主轴平行的 来这个就叫做焦平面 通过焦点 跟主轴垂直的面 又叫做焦平面 所有不平行主轴 来绿色这堆 不平行主轴的平行光 好 反射后 但是 刚刚讲来会聚于焦平面 上一点 重点是哪一点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刚刚大家已经越越觉得 好来就是下面的某一点 来是下面的某一点 有没有人知道 来可以在下面哪一点 好 这边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我知道你们已经学过 特殊光线 对不对 好我们就可以用 其中一条特殊光线 这个 他说 平行主轴的光 过焦点 来就是看某一种特殊性质 好 反过来另外一个性质 是过焦点色位 这是平行主轴 好 所以 我可以怎么办呢 来大家看我的作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 绿色的 跟它平行 然后过焦点 大家看 来我现在过焦点 等一下怎么出去 平行主轴 所以来我们现在 就再画一条绿色的 嗯 然后这条绿色的呢 来这条绿色的来 它应该会过焦点 好 来它应该会过焦点 好 过焦点之后来 来根据刚刚讲法来 因为它会平行主轴出去 好来这个 我把编号就是第四条 于是它跟焦平面的焦点 来这就是成像位置 就是它的锯的位置 这一点 所以第四条就是我们的补助光线 于是你就可以把其他的 其他的绿色的光 通通都会会聚到这边 反射后 我随便画一个来 来表示就好了 来刚刚的第一条 也应该往这边汇聚 好再来第二条 也要往这边汇聚 因为我是怕我画的太乱 好来第二条 再来第三条 也要往这边汇聚 OK 但是我们之所以画出那边 最主要是用利用的第四条 这个特殊光线 特殊的反射光线 这是这边我们唯一要补充的 那这个性质重不重要很重要 这个未来讲到透镜 也会有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眼学透镜的时候 平行主轴光 折瘦会聚在焦点上面 那未来也是一样 不平行主轴的平行光 也会汇聚在焦平面上 透镜也会有这种性质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大概刚就讲过 像这样子 平行主轴光汇聚在焦点上 那最重要应用就是天文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而且这种天文望远镜 不是大家熟悉的 就只有光学而已 还像刚刚讲的 什么电磁波的 无线电磁波的 远红外线的 还有刚刚发现那种伽马射线 来像这种 来几乎都是利用这种反射式的 跳这么快 对不起 在这边 好第三个 抛物面镜最重要的应用 就是制作反射式天文望远镜 那这种天文望远镜 大家记住 不是只有光学 甚至连重力波 重力波也可以利用像这样子的 知道吗 因为他基本上反正对我来讲 可以反射的通通都是的 好 那再来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特性 来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从光源发出去 从焦点发出去的光 最后会反射出去 请问一下这种重要应用是什么 哈啰 什么东西会用到这个 车灯的鞋 对不对 好来翻过来 第132页 那这种性质就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所谓的光的可逆性 好 第四点 把光源 放在焦点上面 那根据光的可逆性 所以来他反射后 就会平行组楼出去 那像碳照灯啊 远灯通通都去 那个 我记得一两 几年前吧 一两年前我看过一则新闻 可是现在有时候要再找那种新闻 就是找不太到 有没有同学 有看过一则新闻 他说这英国附近 英国有一栋大楼附近 然后他们就发现 有一些车子停在那栋大楼附近 然后就会烧起来 有没有人听过 结果后来他们发现 那栋大楼 我们的大楼 他那个 现在不是很多做的那种是玻璃的吗 对不对 结果他那个大楼呢 他就做了一个弧度 你知道吗 那栋大楼就有一个弧度 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度 结果没想到刚好这样的弧度 如果在适当的阳光照射之下 一反射下来 刚好会聚带什么 这的话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聚在胶平面上面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的车子刚好停在这边 那不得了了 真的烧起来 然后他们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 他们就去找到那个会聚的点 然后还拿蛋去煎 真的可以把蛋煎熟 你知道吗 那 吴女 刚刚你盖了一栋大楼 我要发现这样子 接下来怎么办 那很危险 那个不小心 如果什么东西放在那附近 可能会烧起来 对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玻璃的外墙 然后现在把它把它铺掉 大家未来 如果有的是要念建筑的 来念土木的 请注意一下这样子 让它不要反射 让它不要反射 怎么办 就在它的焦瓶面上 全部都是热水器 哦 把它怎样 干脆就把它这个叫做反向利用 是不是 看起来不错 对不起 其实我最后不知道它的解决方式是怎样 但是你们可以 诶真的它不错啊 但是就是它那块地方的人 愿意把它封建出来 因为它的地方比较 但是其实这可以停车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道路的地方 是不是我不太确定 我知道它不用的是很蠢的方式 只是就是先用布木把它遮起来而已 就是先遮起来 让它就变成丑嘛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的后面的解决方式 我是没有机会查下去 好 下次有机会大家再可以看一下 那你也可以想像看 它向上可以做什么应用 好 那 所以来抛物面镜 在这一部分 我们这样就给它结束了 嗯 对不起 我就先把它结束 先借我把它Stop